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夫人 请下车 夫人 我回去等你 有事给我打电话过来接你 好嘞 你太厉害了 他管你叫夫人 你太有害了 行咱俩借过我给你好好说说 这些事的细节啊 走 你这店里边的货也太钱了 还行吗 表示我最近欣赏的货呢 真好看 你看看我这店怎么样 店也好 真好 看看你有什么喜欢的款式 姨送你两件 别了姨 这太贵重了 没事 你看你和沐生回到家里 姨也没送你什么 就当姨和你熟的一点心意吧 不好吧 没事 如原 把今年的新款拿出来 给这位小姐试一下 好 等等我 好 看我这你喜欢吗 我还是不要了 没事没事别客气 明天你试一下 好吧 你别拿这玩意吓唬我 是不是 这不就几张破纸吗 失了啥也不是 你说什么呢 这是几张破纸啊 这叫合同 受法律保护的 这上面而且还有董事长签字呢 你签字也说明不了啥 现在人有假的 钱有假的 何况一个合同呢 这合同啊是有法律的 合同法知道吗 合同法呀 啥玩法不法的 我跟你说你 我是最知道我爹性格的 整不好就是你给老爷子灌蒙了 然后一高兴 哗哒 就给你签上这件了 承包给你了 说好听了你这叫承包 说不好听了你这诈骗 知道不 我告诉你王牧生 你说话要有证据知道吗 有啥证据 你这上有证据吗 别有有不准法啊 这有公证吗 司法局的公证在哪呢 不是 是 它没有公证 因为什么没有公证呢 董事长当然说了要去公证 我跟董事长说 我说咱哥俩这关系 还供啥证啊 所以就没有公证 嘿嘿 这就是漏中 知道不 为啥我爹要去公证也不公证 说明你心里有鬼 知道 孟生我告诉你啊 我刘大脑袋 这辈子我走路不正 但我这心是正的 你这么说你让我伤心哪 你别伤心 这伤肝的 咱现在就落这实质性问题 什么实质问题 定一下交接时间 交接啥呀 山庄 你想啥呢你 我这山庄 我这是有合同的 我现在干得好好的 经营得也不错 还交接 我跟你说 这交接也轮不到你 那得董事长来跟我交接 你算了解呀你 你别激动 别激动 我来的时候啊 我已经预料到这个结果了 你怎么生气 我也不再生气了 我告诉我自己的心 不生气 我就心平气和地跟你谈 只要你把山庄让给我拉找 你是带着这种心态来 对呀 那你就等着吧 猴年马院 那可犹不折你 是吧 小李 你去烧席所有员工 到会议室 我要开会 我要简话 宣布个事 刘总 这事咋办呢 咋办你不知道吗 那我要知道我就不问你了 你问他干啥呀小李 你跟谁干的你不知道吗 你别听他的 我让你去你就去就得了 哎呀你们两个老总 赶紧达成共识吧 你这么整开去 我也不知道怎么办了 房莫生 你到底想干什么你 我想要山庄 我告诉你 没门 我就要 我就不给 我爹给 你爹给 你爹给的 你爹亲自跟我说 我才能给你 好 咱就法庭上见 打官司 好不好 什么 打官司 打呗 打打打打 可以 你确定你能赢啊 我保证能赢 保证能赢是吧 对 你真是个没良心的 你自己回想一下 你怎么能到今天这位子 做我对面爸爸去 你当初是什么玩意 是不是我爹一步一步 把你带起来的 你现在能说出这么狠心句话 你敢把你的爱人告上法庭 是不是 我那天都坐车来看你了 都马上就要到了 完了 王莫生说我 私自用车 老刘一成气就把我叫回去了 那可没想到 你说这陌生家咋 越变皮越坏了呢 这还是小事呢 反正老刘就担心呢 他把山庄给抢走 他把山庄抢走啊 可不吗 反正他一来山庄 整个气氛都不对了 反正老刘天天担心 就整宿都睡不好觉 那现在咋样了 老刘找王大拿说了 王大拿保证 说不让王沐生插手 反正这两天还好一点 这不我就坐车来看你了 真没想到 这么两天 你说山庄能出这么大个事 我是搬家搬的呀 我现在在那儿住的 根本都不如在村庄住的踏实 你也别上火 慢慢玩就好了 关键现在我是瞅啥呢 我就怕万一哪天 这王沐生真把山庄抢走了 老刘还不得崩溃呀 咋说呢 就以前吧 我给王沐生和王大拿不 都介绍过对象吗 虽然是没成 但这人俩还挺感谢我 要是需要我帮着说个话啥呢 你别跟我客气 行 知道 走吧 告我爹 走 就拿着格子去 走 走啊 上法院 那能的呢 咋不说话呢 走啊 走 上 行 王沐生 你赢了 你是真厉害呀 你比董事长厉害呀 比我眼里 山庄归你了 爱咋咋地吧你 刘腾 爱叫谁叫谁吧 这 这么顺利吗 刘总 咋的 看你怎么不够用呢 这风啊 山庄地震了 你以后就自己照顾自己 好自为之了 给我开玩笑呢 地震 谁信呢 你说 谢谢 这刘大老这山庄管理 这不咋利息 这家伙帮我试整的 挺奢侈啊 王总 要不给你换一套 新的办公桌吧 不用 这不挺好的吗 新领导来了 不得有新的气象吗 有道理 但是现在不能加花钱 我那有家具厂 等换的时候 我直接披过了一套 红木的新款式 王总 你真结界 对了 王总 你刚才说那个 召开全体会议还开吗 开呀 快去 行 那我现在去通知他们去 去啊 姨 你看我这点好看吗 还行 你喜欢就好 喜欢 这好看 还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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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穆声 喂 穆声啊 啥事啊 你在哪儿呢 我跟姨在进店呢 告诉你个好事啊 刘大老子呀 已经把这个山庄让给我了 把山庄让给你了 对 很高兴吧 你那个 给我妈报个喜 啊 我咋会这些电话没打通 好了 我还开会你不跟你说了 是穆声打的电话吗 嗯 穆声说 刘总把山庄交给他经营了 走 走 走 上方 我下来 你跑那儿干了 孩子啊 是 玩玩儿 你玩哪儿干啥呀 玩花的你赔啊 我告诉你 你赶紧去通知白领队 一会儿到会议室开会 我刚才碰到刘总 刘总没出来开会啊 现在这不我告诉你的吗 而且孙老峰我告诉你 咱山庄马上又有大的变动了 刘总已经不干了 王沐生马上要给我们当领导 你这个靠山 要彻底没有了 是不是有点失落呀 坏女人 你好 谁呀 大拿 是我 一样啊 怎么样啊 刘总的啊 都挺好的 大拿 我问你 沐生刚才给你打电话了吗 没有啊 我这电话没开机呀 是这么回事 刚才啊 沐生给宁宁打电话了 他说老刘一赌气 把山庄让给他了 什么啊 把山庄让给他了 对呀 发生啥了呀 我也不知道 但是我觉得老刘一赌 对咱们都挺好的 对工作也兢兢兮业业的 就算我们咱要把山庄收回来 你把那衣服让人吃亏呀 让人受委屈 你说呢 大拿 你现在赶紧去山庄去看一看 看看沐生到底怎么回事 别让他在这儿瞎胡闹 万一惹出点事都不好啊 这小是怎么回事 肯定是跟老刘击一个了 你咱俩这么整哪行 你别着急 我马上过去看看 行 把人都给杀哥了 忙着把人都给他了 喂 老刘啊 我在超市跟我姐在这儿聊天呢 我一会儿就回去了啊 你快回来吧 啥事啊 我要死了 咋的了 老刘来电话这情绪可不好了 说他要死了 要死了 不对 这这里有事 去看看 我给你去 这是一场悲剧 这是一场悲剧 我脚子咱们这本分人家 常常这么做事 不再太地道 你说你是不是该提醒提醒来 这大扇不是 请费劲 哎呀呀呀呀 你妈你脸上的 骑那么快呢 你俩这是干啥去 我俩有急事办事去 你这化肥码瓦了 那车钱省出来了吗 差不多吧 姐快点我着急呢 走了啊 走 快上来王爷 慢点啊 常常呢 爹你有事啊 我想问一下 就是你给李老师介绍对象这个事 我倒觉得吧 你应该给白秦明介绍介绍 是不是 你就是第一 是吧 你白秦明 你小伙子长得也挺漂亮 也来自城市 第二 咱说在咱家工作这么多年了 是不是 你也不能把这李老师介绍给外人呢 爹 你说这个事你管他干啥呀 我跟你说啊 一共有两点 第一呢 我觉得 这小李老师根本就没看上白秦明 第二呢 我已经把小李老师啊 也介绍出去了 你知不知道我介绍的是谁 你介绍的我哪知道是谁啊 就是咱们原书记的小舅子 啊 常常呢 你要这么说 那我就知道你要干啥了 你不就是想巴结巴结领导吗 爹你看你 你这话说得多难听啊 常常这句话呢 虽然说有点难听 但是这你毕竟是事实 是不是 不过呢 我可以跟你这么讲 这件事你可以做 但是呢 咱得有个原则 咱不能坑人 咱不能害人 不能做些不好的事情 明白不 你一定给我切记啊 爹 你看你说啥呢 我呀就是给签个线 至于他俩成不成是他俩的事 还什么不好的事啊 爹你放心吧 这还差不多 常常咋说的 没什么事 以我对常常多年的观察和了解 常常做事啊 他是有底线的 为什么呢 因为他胆小 就你胆大 你说对了 今天消息大家过来开这个会 是有原因的 什么原因呢 就是我们山庄 从现在开始换了新的主人 这新主人是谁呢 就是王沐生 王氏集团的王总 现在让我们大家以热烈的掌声 欢迎王总为我们讲话 谢谢大家 山庄的员工们 亲人们 非常高兴 今天能有我主持这个会议 刚才李副总介绍我的时候 感谢你们热情的掌声 但是有一个人 无重于衷 未拍 我想 有意见可以提 对吧 有成见也可以说 请这个人站起来 站起来 非给我解明吗 不好吧 宋小峰 洗礼 为什么你不鼓掌 我说过了 有一件题 是吧 你给我解释一下 我感觉要是合理 你还可以在这儿干 我感觉要是不合理 向后转 够后 王总 我不给你鼓掌 是有道理的 大家都知道 这山庄是董事长的 你虽然说是董事长的儿子 董事长没任命你为总经理 这是李副总他任命的 他的话不好认 我的回答你满意吗 李副总 这小子是不像狗咬过 这小子好像精神有点问题 我告诉你 你也知道 我是董事长王大达的儿子 合法继承人 你愿意也行 不愿意也行 我不管你是咋想的 这个山庄 不管是现在还是以后 我都是主人 你就理清我的 你猜你还有啥不服 你是感觉我做这个 经理不合适啊 对 一些老大了 没你这么干的 敢跟我这么说话 有该业啊 是不是 你还以为你 你姐夫刘大老的 那个时代呢 已经过去了 在这儿就理清我的 这一波 不是 王总 你这么大个领导 出言不逊呢 你怎么说我是傻子呢 你咋知道这是傻子的意思 曾经别人也这么说过 你别甩了没用 我就问你 能不能支持我这工作 如果哪天董事长 任命你为山庄总经理了 我把欠你的掌声 我零本再利 还给你 好 大家看 要吸取教训 认清形势 站好队伍 从个人素质方面 都提高一下 这对山庄有利 大家多向咱小礼 学习学习 机密 办事能力强 跟着紧 是吧 人长也挺漂亮 对 她答应好了 她刘总在任的时候 她也是强盗手回复到了 她还会按摩呢 别不服 坐下 坐下 今天是我 上练机前 不想见血腥 坐 我站得挺好 坐下 不坐 我要你坐下 就不坐 坐下 这没王宝了 这是 你们宝安 你可是干啥呢 正常 你俩 我命令你俩 去给他省出 我干进来 谁敢动 你俩 这家伙的 你看看出有干人力了吧 这家 嗓门也挺大的 李总 以往你们碰到这种 几手的问题 用什么方式 早饭 坐下 这边明白了 你说话好想 少女啊 这刚接手 不懂咱拆光的规矩 下面呢 我就给大家讲一讲 关于专业的企业管理 这是怎么回事 没讲之前我告诉你啊 你欠我一次掌声 小刘 咋的呢 哪会舒服啊 你不烧啊 哪难受啊 云子 王沐生 把山庄 可霸占了 到底咋回事啊 这山庄 这人哪儿都没了呢 人家 人都上哪儿去了呀 放假了咋的这是 人家 你说这王沐生 这不是明目张摆的 这欺负人的吗 就是的呢 咱那合作人明明签的是五年 这不到两年 他又收回去 咱得找个地方跟他说理去 说啥理啊 我还想说理 我还能自己在这儿憋屈着 不是 那你说这不是白白的 就让他那么拿回去了 那咋的 我还能跟董事长去打官司 你不是签合同了吗 就按合同办事呗 董事长的是我老大哥 这么多年一直带着我 我能有今天全凭人家 你说我能 我能去告他吗 但是签了合同吧 那就是有合同法的 咱们也得讨个说法吧 咱们也得讨个说法吧 那你打算怎么的 就这么白白给王沐生了 那合计的事呢 我琢磨着 找个审计事务所 让咱们来把这账清理清理 该留下的咱给人留下 该拿走的咱必须拿走 然后我就带着王云浪迹天涯 顾我们想过的生活 反正老刘你要这么说的话 你上哪儿我都跟着呢 快拉倒吧 你那想法根本都不现实 你不是抹不开吗 不好意思吗 没关系 你呢就躲在我跟王云身后 然后我俩往前冲 我俩找大拿去 跟他说的说的 不差就去跟他打官司 那不行 董事长的本意不是这样 是王沐生逼他的 我能再去跟他讲理去吗 反正咱要走的话呀 也不能就这么走了 不就王云生吗 你要咋的 我去挠他一顿再走 你这个啥玩意 你这不是跟添乱了现在 挠谁呀你挠 这一天你挠过谁呀 你要真能挠 我那脸不走能出的事呢 老周啊 是王大拿 我听着也像大拿的事 董事长来了 快去看看吧 走 看 走 王刘 董事长 董事长 你来了董事长 干啥怎么没人家 沐生啊 沐生可能在开会呢 开会开什么会呀 我也不知道 谁让他开会了呀 你说清楚怎么回事 今天沐生来了 来了直接去到我办公室找我 就非让我把这合同给毁了 然后说办一下交接手续 我说这不行啊 我说我这是有合同 合同怎么能毁呢 然后他说那不行咱去上法院 你说董事长 你说我能拿这合同 我去告你去吗 所以我干脆一咬牙不去 交给他了 让他管了 你老刘你怎么能让他管 没我话 你让他给这开啥会 谁让他开的这是 大拿呀 老刘的确是不容易 你说这山庄包给他了 现在沐生就死说活说的 非要要回去 就有点欺负人了 这不等着你做主呢吗 做啥主啊 他跟哪开会呢 在回事那边 我烦了他惯的 走跟我去 什么玩意这是 那么接下来 我就给大家讲一讲 专业管理和发展趋势 你咋又进来了呢 开闺女出去 干啥都抵了干啥 坐下 坐下 这一张警察 坐 你处理一下 上哪儿处理开闺女 快点 开闺女出去 快点 你讲啥管理啊 我让你出来 我跟你说的事 我不好跟大伙面前伤你 你正好你来了 也学一学习 就跟老爷找个转 有大脑袱 坐旁边都是小小 我讲一讲企业管理知识 我让你出来呢 你干啥你想 能听点话不 大伙主动要求我开个会 你们要求他给你开会了 谁要求的 是他 是他主动要开的 开会你严肃点行不行啊这 我说他不开了 人还在这呢 他 他现在编位 你看那肩盘都给卸下了 这不他俩亲戚吗 我不跟你说 小舅子这是 你出来 我跟你说点事 我咋去了 我 你这是干啥呀你啊 听点话不啊 我咋不听话 比我鸡眼是咋的 这不你的意思吗 什么 不是默许了吗 我啥钱默许 你胡说八道干啥呀 我不接管山庄吗 谁让你接管的 人老刘包好好的 你可这接管什么呢 哪有你的事啊你啊 你自己不有企业吗 你干这么大呀 你撩着写没啥呢 我也没逼他 他自己主动让位去啊 让什么位呀 你问小李呀 对董事长 是刘总自己要走的 你看他自己说过的 一甩计就走了 你坐下 你这个小李我看你这 这平时老刘队你不把握啊 你俩这转头转这么快呢 这么做人能行吗 气暗同明 谁有能力跟谁呗 你少说两句话吧 好不啊 你有啥能力啊 他不会管理你 我告诉你呢 你停下得了 开会呢 你这咋有开会呢 别废话 咱们的比我鸡眼还得 鸡啥眼呢 你开会啊鸡 出来 走 我就坐这儿 出来 不行 出来 开会呢 我让你出去 我就坐这儿 这保安怎么的都闲着的啊 干啥 动手不是吗 你咋跟我动手是不是 我现在让你出去 让你出去去 让你出去去听着没 让你出去的 是吗 你出去 赶紧 之夜你说你这是干啥 你这当这些人面子 你给我整面子不行吗 你给老刘面子没啊 这三串承包给老刘呢 你上这八班讲啥呀 你懂得这不一句不啊 之夜 我是看着你 你这是往死路上别我 我找你 别动我啊 你小子记住 早晚有一天你会被我驯服 你啊 下半辈子你就只擦养老吧 绝对是牺牲纸 还是牺牲纸 老伴这是 老伴啊 老伴 买回来了 你在买这些呀 你不知道 这美袋里头 有张中奖卡 运气好的话 就兴许这台小卡车 你的意思说 这美袋里头 就有一个小卡车啊 你怎么想的 美袋里要有台卡车 那你厂家不得赔死吗 我说啥呢 咱们多买点的 中奖呢 概率就大 你这一天哪 今天合计那个天上吊蟹饼的事 我给你扯了 你这鞋子玩 还你这 还天上吊蟹饼 我天上吊台卡车 你看啥效果 牧生啊 牧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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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松手 不是 别拽我松手行吗 牧生你听我跟你 别比我重手 我挣在气头上去啊 你听我 你听我跟你解释 解释着啊 不是 就今天这事 你说怨谁啊 那不你你让我走的吗 你不是难忍你 是难忍你 你有话跟我说 把我爹找来干啊 牧生我跟你发誓 董事长绝对不是我叫来的 真不是我叫来的 你听不信你叫你 往后你就仰慌他吧 你是他师生子行吗 你说什么玩的牧生 我跟你爹差八岁 你怎么说话呢你 你差八岁 差九岁 跟我没关系 我回家 我告诉你 你不能这么走 你知道吗 你这么走 让你爹多憨心呢 我比他更憨心 怎么着 那你憨什么心呢 今天这事不是你引起的吗 你别假惺惺的 你别假惺惺的 就是你守护着 牧生我跟你说这样啊 你跟你爹四五年都没见了 你这好人这回又相见了 你说你他没走 你爹得多伤心呢 我不听 我绝对不听啊 不是不是 不是不是你听我 我回家 你拽我干啥 你回哪个家啊 我 我回我这些家 我回完事再说过 怎么着 我只讲三句话 第一 我儿子王沐生 到这儿讲了啥 大家都给我忘掉 我从来也没决定 让他上山庄来 替老刘管理 第二 老刘继续是山庄的总经理 希望大家心别闪 团结到他周围 第三 好好看 你们的未来我相信 会一步更比一步好 好 好 大孙子 干啥呢这是 爹 我叫他画画呢 我看看 来来来 大孙子 别看你画的啥样 好 你看画的太阳 自己还值得加点红的 好 大孙子 画的太好了 好 哎呀 没成想你还有这方面的天赋 爹你还不知道吧 他不管会画画 他啊 在福利院的时候 还学过唱歌和跳舞 是啊 嗯 就是我们帮还能跳舞 哎呀 腾飞啊 你告诉爷爷 你会跳舞吗 会 谁教你的啊 福利院的阿姨 那你给大家跳一个吧 我们看看 这里还出来了一个人 哎 缺个人 你看这孩子多聪明 什么是缺个人啊 那就是想要你叫回来 他想的罢了 喂 你好 滕飞你现在是非常渴望 跟你沟通 要跟你交流 你抓紧时间回来啊 爹 那么大家小孩 他有什么可交流的 我这正忙的呢 有什么事回家说呗 你老忙 你在忙 有小萌忙吗 现在小萌 可以说已经进入一个 非常合格的母亲行列 你再看看你 跟韩西那一点感情都没有 如果你害不回来的话 忙 嗯 开车 那就拉我和滕飞 上公司找他去 爹 你给我省点心吧 行不行 我这边一忙完 马上就回去 你快点啊 哎 丑死我了 皮主任 我是方正 哎 方正 你有事啊 最近忙吗 我还行 有时间吗 我去找你一趟吧 这样啊 方正 我呢 一会儿有个会 然后呢 最近呢 工作有点多 你这样 你有啥事呢 你就电话里说 不就上次那李老师的事吗 跟他通了几回话 感觉的挺好 过两天 我想去看看他 想要你帮我协调协调 那你要去看他呢 你就直接给他打电话呗 说了好几回了 他都说忙忙 我觉得你是他领导 他就再忙 一句话 他不就不忙了 所以 我让你帮我协调协调 我呢 虽然是他领导 但是 你触对象这个事吧 干你太多也不好 要不然这样吧 改天呢 我找个机会 然后呢 咱们约出来 大家在一起吃个饭 行吧 那我这里 谢谢皮主任了 那你就不用来了 我一会儿有会 好吧 谢谢了啊 喂 沐生 俊宁 在哪儿呢 我跟姨还在今天呢 姨对我可好了 送我的项链 还有手链 还有耳垫 你还要送你一条项链呢 还啥新链新专的啊 赶紧回家吧 出事了 出啥事了 回来就知道了 抓紧点啊 玲玲 看她怎么样了 姨 咱们回去吧 刚才沐生来电话 听她说话 像挺生气似的 那行 走吧 你整整画饭一旁屋里搬呢 你搁碗碗喇呀 没笑意交着呢 我看看能不能中奖 你这天哪 你就是闲的 你知道吗 我怎么能是闲的你 老伴你想想 万一这里面有一台卡车 你说我睡觉我都睡不踏实 你能有难病吗 我有没有难病吗 我说了不算 你说了也不算 化肥袋子说了也不算 里面那卡说了算 知道不 你给我求姐子去 干嘛呀 我给她搅开 你搅快能行吗 你搅快跑完了明天就失效了 你没长脑袋呀 我搅完之后 我再给她封上呗 你这天哪就闲的 行 我给你求姐子去啊 我看那卡车从哪儿出来的 别废话了 快点快点 你没事干了一天 咱不用搅了 你回来干啥去 我这刚才追慕声呢 我跟她 跟她聊了一会儿 干啥去了 回你家去了 董事长 这样吧 我刚才想了想 干脆这事 山庄就交给她 我就不干了 老刘你是拿我把是咋的 不不不 我真不是拿你把 董事长我是真心的 你说啥呢 真心的真心的 谁假心的 那承保五年合同都在呢 你经营这些年了 另外你跟我 可快都是这么多年了 你怎么能打退堂鼓呢 不是 你说你别俩就好容易见面的 这些人完了就因为我 你说你俩再分开 你说我责任不大了吗 我们爷俩们分多少年了 他这样的话也不能惯了她呀 这奖来的这 这咋管呢 这也没改呀跟她呀 你就放心大胆干你的 这事不带变的 我已经开完会公布了 今天呢 我对你说一声烧嘴 就是对不起 听不听 娘娘 嗯 你回去好好劝劝沐生 让她别那么大火气 你说 这好不容易回来一趟 在家团聚多好啊 你这天天跟她爸吵架 万一把你熟身体气坏了 你说这怎么办呢 你爷 我倒是想劝沐生 可是 沐生她也不听我话呀 没事 那天工作挺忙啊 还行 怎么了 有什么事啊 我呢 找你们校长有点事 工作上的事 顺便呢 就看看你 方正那个事咋样呢 主任 我跟她真不合适 我这事您就别操心吧 小李啊 其实方正这个人呢 我最近呢 多接触了一下 她真的挺有才华 内心特别有东西 人又老实 我觉得啊 你接触接触 对你没坏处 主要呢 她是我们袁书记的小舅子 我也不能因为 她是袁书记小舅子 我就得嫁给她呀 小李 你误会了 我不是让你嫁给她 你嫁给谁 是你自己的选择 那我能回来了吗 我是说啥意思呢 咱们接触接触 你不深入接触 你不了解这个人 对吧 上次咱们吃饭呢 你也没说啥 她也没说啥 我还在哪儿 你这样 你找个机会 单独和她接触接触 行吗 你这不让我为难吗 我那是为你好 你就当给我个面子 你要行 斩就往下出 不行呢 就当交个朋友 对你没坏处 行吧 还有 你要是觉得不行 你千万别直接跟她说 因为她这个人呢 特别内向 特别腼腆 她现在对你上心了 你要直接告诉她不行 我怕她接受不了 你直接跟我说 我帮你传达 好 闲事 要毛巾咬呀 别的 你快 我擦擦手 擦也没有用 不要那么句话 命里有的早晚有 命里没有的 你擦手 你擦脑子 擦哪都没用 那不是你的办法 我还有一句话呢 我福大命大造火大 我肯定把卡车给拿下 你这个拿下吧 我看这奖从哪来的 明天不得得难受啊 刮吧 列祖列宗啊 保佑保佑 卡车必须到位啊 到位啊